天下讨习近平习,习贼近平自篡位以来已十一年有余矣,便揽世间万物,荼毒生灵无数,人民无论贫富,一概抢掠庆静。习贼不学无识,专号权术,几笔为者半师于庙堂,满朝皆其私党。习贼无德,无才,无人,无义,无情,无品,致设计崩毁,国座衰竭。 查!习贼篡位十余年之道行逆施,所犯罪恶累累万千,难以隶属降诉,我们则其十宗大罪奉告天下,昭示于民。习贼被逆人类文明之趋势,大开历史倒车,重举毛氏原教旨主义,回归文革之路,将四十年改开成果彻底葬送。此其一恶也。 习贼极竟端仇视市场经济,大搞国进民退,强化国企垄断,疯狂打压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,大肆迫害民营企业家,将生机勃勃的市场力量毁于一旦。 此其二恶也。习贼为打压民意,大肆管控言论,钳指口舌,封杀意见,强化暴禁,网禁,高筑防火墙,疯狂抓捕和囚禁民主人士,致全民闭口结舌,尽若寒。 此其三恶也。习贼在新疆、西藏等地粗暴干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,残酷迫害宗教人士,大肆推行法西斯集中营,致使大批维族和藏族民众非正常死亡。习贼对少数民族的压迫,导致汉族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,为未来动乱埋下巨大祸根。 此其四恶也。习贼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韦,在香港强推国安法,粗暴践踏一国两制的国际公约,残酷镇压香港民众的和平抗争行动。 习贼的暴行,令世界瞠目结舌,在短短数年内,这座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世界金融中心,已被毁成废墟。 此其五恶也。习贼当政后,不仅继承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之恶症,变本加厉地迫害法轮功群体,而且将活摘人体器官这个令人发指的罪行,扩展为一个庞大的产业链,创下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邪恶记录。 此其六恶也。习贼自上台以来,向外大撒必达惊人的两万多亿美元。 他编造一带一路的世纪骗局,打着对外援助的幌子,大肆中饱私囊。 他置十四亿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,挥霍民之民高,以肥一己之私,他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去购买它在全球的威望。 此其七恶也。 习贼于2019年底,将武汉P4病毒实验室研制的新冠病毒,有计划,有系统地向全球投放,导致全球数十亿人感染, 二千多万人死亡,造成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灾难。 习的邪恶,灭绝人性,犯下反人类之滔天大罪。 此其八恶也。 习贼在2020-2022年的三年里,在中共国推行惨无人道的动态清零政策,摧毁了无数人的家庭, 灭绝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,给黎民百姓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和痛苦。 全国上下,万户则城阔空虚,千里则烟火断灭,可谓积怨满于山川,毫无哭动于天地。 此其九恶也。 习贼念念不忘所谓统一台湾大业,灭台之旺心不死,持续制造台海紧张局势。 习贼在向全球扩张的同时,大搞战狼外交,从亚太到中东,从拉美到非洲,到处煽风点火。 特别是,他与普京狼狈为奸,合谋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。 习贼已成为现有国际秩序和人类和平的最大威胁。 此其十恶也。 习贼之罪,有目共睹,天下昭然。 请南山之主,书罪未穷,决东海之波,留恶难尽。 凡有良知血性者,无不痛恨切齿于习贼也。 而今幕下,兽聚人为朝野板荡,中共已成土崩之势。 习贼凶蛮,无计来日,不误国之将亡,不知死之将至。 民心已离,星火燎原,报仇雪耻,端在今日。 习贼恶贯满盈,十恶不赦。 人神之所同分,天地之所不容。 天下共聚,齐心讨习,离亭扫学,奋力不待,是为调民而罚罪。 试看今日之狱中,竟是谁家治天下。 唐、洛宾王,为徐敬夜讨武召席。 亮子月迁之禀。 2024年9月14日。